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科暗战 今天是3月2日星期三 我们又来看看这个币圈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24小时内 根据CoinMarketCap的资料显示 截截截稿之前 BTC现价布44,090美元 升幅达1.79% 而ETH现价布2976美元 升幅达2.12% 接着又来看看头20大二线加密货币的市况 最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SOL 现价布102.47美元 升幅达6.25% 而最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ATOM 现价布30.45美元 跌幅达3.57% 接着又来看看其他重点消息 这个消息是来自彭博的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在2月28日警告 美国公司禁止美国人 向被制裁的俄罗斯公民 以及实体提供任何支援 包括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 而新规定就将会在3月1日正式生效 根据新规定 美国的居民不得使用数码货币 为俄罗斯政府以及央行谋取利益 以实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 与此同时根据报道显示 拜登政府正是要求加密货币交易所 协助防止俄罗斯的人 以及组织利用加密货币 以逃避开制裁 而美国财政部已经正式向全球最大的 加密货币交易所寻求协助 目前加密货币在俄罗斯 无法取代采用率极高的美元 但美国正是积极持续打击任何 用数码资产去企图避开制裁的行为 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至今为止 美国政府官员已经敦促币安、FTX和Coinbase等 主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採取针对性的措施 而乌克兰也正式发信交易所要求封杀所有俄罗斯用户 乌克兰副总裁在2月27日在Twitter上发文 请求主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冻结俄罗斯用户的wallet address 并且要求交易所停止 为俄罗斯的用户提供服务 其中包括Coinbase、币安、火币、Cookon、Bibit、Gay.io、 Whitesbit和乌克兰的加密货币交易所CUNA 而各大交易所也有不同的回复 币安就和CoinDex表示 他们并没有计划单方面禁止俄罗斯的用户 不过就会确保对受制裁者採取行动 同时尽量减少对无辜使用者的影响 而Coinbase就在一份声明里表示 Coinbase不会对涉及俄罗斯wallet address的交易实施任何全面禁令 但就会封锁可能涉及受制裁的个人 以及实体的账户又或者交易 而Coinbase也再次强调 他们的使命是增加经济自由 而单方面全面禁止 会惩罚普通的俄罗斯公民 Coinbase也向CNBC表示 不会冻结俄罗斯用户的账户 而作为一个中立的平台 他们是不会在没有任何法律要求的情况下 冻结任何国家用户的账户 Kraken的CEO也在Twitter上发文 指出他是理解这个要求的原因 不过尽管他对乌克兰人民心表敬意 但如果没有任何法律的要求下 Kraken是不会冻结他们交易所内 俄罗斯客户的账户 一众交易所就保持中立的状态 对于我们这帮有放弊在平台的人 都安心一点点 至少不会因为国家打仗 就封了我的账户 那都均真一点 讲开局势都分享一只小趣闻 乌克兰就收到不少来自 加密货币界的捐款 连DOT也忍不住出手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 就被一众网友取笑 而Polketog的创办人Gaven Wood 就打算捐出500万美元的DOT 不过就引来了一众网友 说他想乘机买广告 而根据Polketog的脸上数据显示 乌克兰官方所公布的收款 Wallet Address 已经囚集得到超过30万粒的DOT 价值大约605万美元 在收到一中加密货币界的捐款之后 乌克兰就想到一条新的轿 向乌克兰投降的俄罗斯士兵 发送价值500万劳报 折合大约5万美元的加密货币 又或者现金 看来加密货币除了是金融层面之外 还可以对国家政治层面上有所帮助 不知加密货币的吸引力 会不会真的大到可以令俄罗斯士兵心动呢? 好,今天的分享就暂过一段了 记住like,share,subscribe和按下小钟 我们下次见,bye bye